字幕提供 現在又講一下洗腳臨 之前推出了一段影片 洗腳臨 政府無能特首昏庸 可能他沒有說的 但他的意思也是這樣 香港金融機構沒有王冠 他有打個問號 他有打個問號 我也要講一個現實的情況給大家聽 大家也要理解 香港金融機構 其實不是沒有王冠 你說 迷你債券爆鑊之前 監管是鬆一點的 但是 過去幾年 如果你有在銀行買過任何投資產品 他都會播出聲帶給你聽 又會跟你做 你可以承受什麼風險 他會全部有記錄 如果現在還有人出來說 金融機構沒有人管 或者監管當局沒有王冠 香港金融監管機構是否沒有王冠 回覆你的機器 怎麼會沒有王冠 其實就算香港的監管機構也管得很嚴格 不是這樣的 其實金融監管機構就是 金管、銀管、保監、證監 就是銀監、保監、證監 其實所有大公司都是捉得很嚴格的 就算連保監那些 對於大公司也是捉得很嚴格的 問題就是 什麼呢 就是去到細行 為什麼去到細行 有人說是差一點呢 其實我也認為不是差一點的 其實市場上也要有一個合理的規管 就是大行有大行的管法 細行有細行的管法 還有大行很喜歡吵一件事 這個我是根據王向爺精明 他提供過一些資訊給我 因為他是金融業界的人士 那些大行經常吵 喂 不公平 但是 事實就不是這樣的 大行和 那些小行當然沒得比 有些東西 你一個客人多 你規管比較嚴格 都是正常的 有一件事 還有 TKHK就說在金融做有些好嚴格 很多東西都很嚴格的 所以我就告訴大家 這個洗腳淋賤格的地方 他就是不斷撩一些事情 就告訴大家 香港這個社會已經很難 即是 他永遠都是撩一些 不是真的很難的 那些事情就說得很難的 即是真的有問題的 那些事情他不說 即是 最過分就是這些人 即是他自己 其實 最有問題就是你那些金融老簽 對不對 即是你自己 我們都說過了 喂 拿了那些東西來賣債券 喂 整份presentation都沒有說過 那個 即是 影城是不是你的 整份東西都沒有說 沒有說的 即是走法律 即是走法律 其實影城的地方是租回來的 那 那接著 即是有些人買了 一億就拿回幾百萬 買了一百萬就拿回幾萬 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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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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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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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 就是 雷曼 那時候已經爆煲了 其實那時候 即是 那時候已經是 那些迷你債券不能買 他就 想一些 即是 企業債出來 去搞這些事情 那 Torazep 說 以古代債其實是 很離譜的 其實說真的 有些事情是管不了死 因為 水至清則無余 所以 也有不少混蛋 在灰色地帶賺錢 那 有些人 就是在灰色地帶賺錢 其實就是 他也是在灰色地帶賺錢的人 對不對 是 即是 如果 這個人 即是你真是相信他 你真是上街了 其實 Milk 他就說 因為他沒有機會在香港人和是非多 所以就沒有網管 他自己 說就是天下無敵 其實 他在說監管不足 他說自己就是 他做的事情 在香港現在都是沒有監管的 真的沒有監管他的 但是 那些事情 正正是 無法監管的灰色地帶來的 因為你管死了 就沒有運行 即 如果 如果不是 可以這樣賣債券的話 之後 以股代債 還給別人 他怎麼賺他的錢 對不對 還有 還有一件事 在說 監管不足 香港 監管不足 那麼 香港有什麼銀行 出問題 你要 你要說清楚 反正都是你 說 監管不足 那你有證據 才可以 是不是 你怎麼可以 無終生有 是不是 我說你沒有 就沒有 我說你不足 就不足 他是這樣的態度 他是 其實 這樣說 洗腳淋之後 質疑那些金融機構的頭頭是 外國籍政治立場誠意 這個是瘋的 這樣也可以 其實 外國人政治立場就一定有問題 其實 他不明白一件事 其實 朱慶珊你也說得對 就是 喂 你可以找得外籍人士去管 誰都會相信 因為你現在是在玩一個 金融遊戲 金融遊戲 不是你發債券 然後用股去還錢給別人 不是這些 金融遊戲 你玩就是這些金融遊戲 這些叫金融老千遊戲 有其他東西 即是金融業界 不是只有金融老千找食 老實實 還有 那些主要職務 為什麼會被西人管呢 其實就是這樣的 就是讓大家都信任度高一點 即是這麼說 新加坡為什麼不用 有些人說 新加坡又不用 你老後來 新加坡有美軍住在這裡 你是不是傻的 即是 有些事情 你說出來的時候 你先驚一下大腦 行不行 是不是 即是有些事情 其實嚴格來說 這個金融遊戲就是 嚴格來說 就是美金金融遊戲 他不信你 他不讓你玩都行 現實就是這樣 朱平昇說得對 金融規則是誰定的 就是美國人定的 絕大部分金融規則 都是美國人定的 中國真的可以強大到 單挑整的西方 當然不行 他這些含家祥 出一些糞便 又在騙那些 那些人 真可惡到極 當然 空威師就說 最高領導人好像是 香港人質疑 任志剛也沒有外國籍 陳德林也沒有 有些事情他不知道 為什麼他會這樣說 空威師就有一隻電套 何必跟他教真台 他不是他很多人相信 現在的問題 其實 為什麼監管 有些地方是有問題 我告訴大家 真的有問題 講一點點 之前有些保險公司 真的出問題 還要是內地資本 就是拿了一些錢 去其他地方 投回去自己的公司 這個大家都知道 不用說哪間 其實問題是很嚴重的 但是 處理了 處理了便可以 對不對 你不能夠說 這樣處理 都是不對的 其實 處理了便算 那麼 空威師就說 你下面分管的主管外國人 有什麼問題 當然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不過我自己只是說 證監 也有一些問題 就是說 上市公司的質量有問題 有些是記得利益者 就是洗腳林 如果說 證監 說上市公司的質量有問題 就是 洗腳林是記得利益者 對不對 對不對 是 但是事實就是要告訴大家 你批上不上市 就是港交所 對不對 監管方面的證監 其實是比較被動的 就是 你不能說 金融機構沒有網管 浪費氣 或者管金融機構的人沒有網管 你弱智吧 這些是騙人的 坦白說 現在金管局對銀行的監控 是很嚴謹的 就是銀行向零售客戶買任何東西 基本上每一個步驟都要全監控 很多產品都要錄音 還有 對容易受損的客戶 都有要求加強保障 其實當然 每次聽完錄音的客戶都要答清楚明白 你有買過都知道 對不對 還有 除了 就是前面 要錄音 整個銷售流程有監控 後台 其實 售後都會做很多檢查工作 看看有沒有 異常的情況 也有沒有操手出現問題的員工 其實是嚴格過以前很多的 其實是 當然 另外的那些東西 就是保險 比如 你需不需要買保單 其實保監是有要求的 就是 金管局 證監保監 全部有溝通 當然 就是 每個機構都會有 就是他們想做的事情 就是這樣說 他們的條件 現在盡量監管 都是 我們叫做 harmonize 就是 那些條件大家都差不多 管理的事情 所以 不是那些 這麼嚴重的事情 還有 香港出現了這個 迷你債券 這個不是真的債券的金融產品之後 就是 這個名字叫迷你債券 其實 整個銀行業都是謹慎了很多 銀行每次出一隻產品 都會做完 那個 產品盡職審查 出台 半年之後 已經要複檢了 然後 每年都會抽查 那些產品的 情況 那 當然 很多情況都是 其實就是這樣的 有些人現在賴銀行 賣東西給他 但是其實 很多時候 拿回一些 聲帶出來 他也有說過 清楚明白的 其實就是 現在 現在 情況就是 有些舊的單 就是 因為 因為 那個監管力度加強了 他就出來說 那個銀行市 誤到他 沒有說過 不記得 那些 但是 那個問題就是 事實上是否這樣呢 很多情況都不是 就是 很多時候就是 說完所有事情給他聽 然後 他說 我沒有說 我忘記了 沒有這樣的事 現在香港就是很難搞的 就是香港人 那 剛剛有網友說 林太會公佈全民檢測 全民派快測包 有眉目 這個就是 現在的訊息就是 全民派發抗疫包 這個一定要說清楚 現在有些人就說 這個是全民強檢 好像不是 這個 這個訊息應該是 這個月內就會 派發負測試劑 口罩 和中承藥的抗疫包 這個說清楚 這個真的要先說清楚 不然等一下又誤會 真的 說明天公佈 這個不要這樣說 好嗎 因為我真的看不到訊息會這樣說 還有 林鄭月娥 她公佈的時候 我不覺得她會 星期日出來公佈 因為我操淺的看法就是這樣 這個是我自己操淺的看法 所以我不認為 剛才那位網友或者網友 她說的話是 確認了 這個是擴散 你說 你說這件事 其實 這個是說下星期會交代 林鄭月娥說過 你為什麼會是明天呢 明天是星期日 不是真的星期日會做 我自己很懷疑你說的話 我只能夠這樣說 是全民派抗疫包 無論是推測 是啊 或者是你給官方的 鏈結的資訊 是啊 如果你擴散傳 如果你再次 有誤導性的訊息 不要這樣誤導人 最重要 因為我們找不到 我們馬上去查一下 我們馬上去查一下 當然一看就知道不是 因為那個記憶也不是 我也查過不是 所以不要這樣說 好嗎 如果是全民快測這件事 上個月已經說了 不過現在還沒派到 那些東西還沒到 我的理解是這樣 就是這樣 帕方說林太沒有說全民檢測 我也認為是 下星期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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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明天 宣佈 是啊 不要這樣說 現在還沒決定好 有些東西 細節還沒得 沒那麼容易 因為細節是難搞的 DOSF就說 原本計劃 本月推全民檢測 並實施二人限聚 連至四月下旬 特首林鄭改口風 預告 最快於週日或週一 公佈中期檢討入境檢疫 或者 是不是全民檢測 是不是全民檢測 等多項措施 所以你說 林鄭明天宣佈全民檢測 那就不對 你不要這樣說死 林鄭月娥不會說死 其實我的看法就是 KOKIMI 說 何套都未起床 沒錯 其實就是 你的隔離設施要救才行 如果你做全民檢測 如果你做全民檢測 燒米餅就是用快測做檢測 是沒有可能的事 不是檢測 如果你快測就是一起檢測一下 然後 檢測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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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上報 其實應該就是這樣 四個就是明日跑打比怎麼會公佈 其實我也覺得是 明日是有打比大賽的 在香港 檢測一下 是 方向angel 說 機構沒有網管等等,其實不是這樣 其實大部份人都是受規矩的,有些人是不受規矩的 有些人是不受規矩的,有些人是不受規矩的 但是保監已經是很嚴格的了 現在要求保險公司要上報那些違規個案 違規的人,或者不斷亂搞的人是會被人趕絕的 其實我的看法就是,這些不是一件壞事 但是有些人,我的看法就是很衰革 為什麼說他衰革呢? 就是,經常在說特區政府這件事很有問題,那件事很有問題 其實特區政府真正有問題的事情,他們都說不出 就像說國泰播毒那件事 事實上哪有人說那些隔壁酒店有問題 不就是我們說,還有人說是你們說的,政府不聽你們說的 你沒用 我們都說了,政府不聽也沒辦法的 我們沒辦法的,我們人微言輕 就是,不能夠亂說一些很荒謬的事情 就是我自己的粗淺的看法 就是說一些東西去削弱特區政府的管治威信 或者用一些假消息 去令到別人覺得這個特區政府真的很無能 其實是不對勁的,我的粗淺的看法就是